金刚经有一句话,是泄露思维天机的,知道的人很多,但真正明白的人很少,一旦能够用心读懂体悟,便能拥有仿若上帝的思维视角,让你瞬间看透事物的本质和规律。 这句话就是,凡所有相,皆是虚妄,若见诸相非相,即见如来。 我们普通人,看待万事万物,看到的往往都是条件聚合后的表象,而看不到条件聚合前的因果实相,之所以会这样,根本的原因,就是因为我们总有妄念,经常在看待一件事物之前,就已经对其有了一定的虚想和动机,这就形成了我们内心深处的牵涉。 你以为你看到的是真相,但其实你看到的,不过是包含了各种,妄想杂念和不实的想当然,是通过主观一段而形成的表象,六族曾说,妄念即无,即非微尘,那真即妄,那妄即真。 一个人如果能放下心中的偏执,断掉心中的妄念,能做到,应无所住,而生其心,那么万事万物的规律和本质,便会在他心中自然显现。 这便是见诸相非相,即见真如本来。